十年时间,库克好像并没有走出乔布斯的标准 挤牙膏式的新品发布,以及再也没有出现颠覆性的产品 让这家企业从科技的殿堂掉落到了凡间 有人说库克是一个商人,当下的苹果眼中只有利益 甚至也有用户认为,库克认识苹果CEO的十年时间里 苹果的产品几乎没有超越乔布斯 无论是新一代的iPhone还是iPad,亦或者后来的Apple Watch 这些东西更像是产品的迭代升级 但不可否认的是,十年时间库克将这家企业从2000亿美元的市值 做到了2.5万亿市值 在全球最有价值公司的名单里,苹果依旧稳坐在金字塔底端 在全球手机产业链当中,苹果一家还是会拿走60%以上的利润 并且没有因为谁成为CEO,这个事实就发生改变 9月15日,一年一度的苹果秋季发布会如约而至 新款手机iPhone 13系列毫无悬念的将在发布会上发布 与iPhone 13系列在一起的还有iPhone Watch Series 7以及iPro 3 对于新发布的iPhone 13系列,其外观型号以及基本配置 也都早已在市场传开 按照以往的惯例,大概率基本信息都不会出现多大误差 按照市场透露出来的消息 iPhone 13在外观上基本会延续iPhone 12的风格 并且也会分四个型号,分别为iPhone 13,iPhone 13 Pro,iPhone 13 Pro Max和iPhone 13 mini 大小尺寸基本上会同iPhone 12保持一致 据悉,iPhone 13和iPhone 12最大的风格将会在刘海屏上 此外,摄像头的排列方式也会发生少许改变 此外,根据市场消息,此次iPhone 13厚度将比iPhone 12越厚 电池容量也将会全面升级 消息显示,此次iPhone 13 Pro Max电池容量将达到4352A iPhone 13的电池容量也将达到3095A 另外,在拍照方面,iPhone 13也新增了天文摄像功能 此前市场还传言,新款iPhone 13会在硬件上支持低轨道卫星通讯 如果苹果激活软件功能,则当iPhone 13使用者不在4G5G覆盖范围时 也能通过卫星进行通话和收发信息 当然,对于市场传闻的新款iPhone系列,市场反应则并不强烈 有媒体曾发布了一份微博投票,一共有33万人投票 结果显示,有9万人选择了购买,有7.3万人选择了不买 还有6.8万人选择了等出来看看 另外还有8.6万人表示没钱 根据此项结果,iPhone 13给市场的惊喜似乎并不够 有网友表示,照相头真的一点也不好看,还不如提高一下网速 还有网友表示,耗电比较快,网速也比较慢,还不如华为好用 对于网友的抱怨,看见财经总结了一下 大多都在抱怨续航能力不足以及信号较差的问题 实际上iPhone 13也将优化上述问题 但是对于iPhone的外观,似乎用户都已经出现了疲态 那么如果说此次发布会与以往唯一不同的地方 那就可能是即将要发布的AR产品 消息称,此次苹果的邀请函比往年多了一个AR功能 你只要点开苹果邀请函中的logo,便会自动触发AR混合信实功能 可以在现实场景中悬浮苹果标志和发布会时间 据悉,这也是苹果首次在邀请函上使用AR技术 当然这一切并非空穴来风 根据苹果一贯的保密原则 实际上苹果在2015年就开始了在AR领域的布局 有消息称,库克在退休前会开发出最后一个新品种AR眼镜 按照当前的推测,本次发布会可能最大的亮点 并非iPhone13系列,而是AR设备 综合而言,我认为此次苹果的发布会如果不发布新的品类 那么这场发布会将不太会出现太多的亮点 但是不可否认库克依旧是一个称职的CEO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新品的发布 苹果今年的业绩将会更上一层楼 切实苹果可能会冲击3万亿美元市值的大观